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早晨,欢迎大家,又到我们这个《望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19年的9月22日,早上 首先我们的社长Raymond Wong,大家好,还有我家餐生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share和like 还没订阅的,可以按下那个订阅锡 如果方便的,就按旁边的钟仔,我们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而且不要忘记,可以去我们的社群那里 在YouTube那里有一个community那一栏 一按,社长在那里,就把我们六个主持的分机就放在那里 或者连结,大家可以去那里订阅 尤其是在风雨飘摇的时刻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以免失去联络大家 好了,今天6月22日 昨天又进入了第16周 香港暴动进入了第16周 就等于前15周一样,每个星期都有暴徒 而且暴力是升了级的 气势上好像他们少了,他们弱了 但是感觉上他们的暴力是升了级的 很明显,因为今天我们看到 昨天晚上的视频全部充满了 我们录的时刻都是时间上早 到晚上12点就打下去 就看到几条很可怕的视频 第一条视频就是看到有人扔汽油弹 烧到自己背部 那就恭喜他 汽油弹就常态化,烧到背部 都应该是常态化的 恭喜他 恭喜他 真是烧伤而已 没有生命危险 我不黑心的,烧伤而已 他们自己做些恶事有问题 有些人说有报应 我又未必觉得是报应 只不过是他们没有做足安全措施 当然会有危险 因为本身燃烧弹这件事都是危险的 从来都不鼓吹人扔这些东西 我认为 当然有些人就是鼓吹扔这件事 第一个要说明的就是这个黄毓民 最早鼓吹全香港的汽油弹之父就是他 所以现在全部都是他的徒子徒孙来的 扔那些汽油弹的人 非常可户 没办法的 一定会有伤亡的 扔汽油弹 从来都是的 现在没有伤亡是奇迹 就不是常态 我认为奇迹 奇迹 我只说常态就是每一次扔汽油弹 他都应该会有一个人自己烧伤自己的 看见了 我觉得挺有趣 第二条片 又是汽油弹 有人扔汽油弹公园扔到警车 他那时候的警车在街上 旁边有其他的汽车 围住了警车 那人扔汽油弹 越过其他车 丢到警车 非常危险 他们说他们自己不是暴力 我们只是针对警察 否则真的烧死警察 看你怎样 那就可惨了 那就可惨了 绝对是可惨的 是的 第三条片看到很可怕的 就是几个暴徒 一声令下 在一条桥底 在一条大街 在一条大街 喊煞 那个人被喊煞之后 几个人冲上去 就乱棍打他 打到他 垂下在身上 之后那些医护 停手了 停手了 那些医护 做好人去救他 红脸白脸 那些医护 那些医护 很多时候呢 就是 就是我看到很多条片都是这样的 你如果不信 可以自己找回来看 我就不会公认那些片的link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就去看回很多时候呢 就是那些暴徒 打完人之后 还要当场扮医护 立刻穿上医护衫 和戴上医护帽 是打完人的 是 我见过有不少片都是这样的了 那其实这帮暴徒 绝对是 不容轻饶的 我认为 就是当然很多人 现在说 网开一面 尤其是香港最有power的人 要网开一面 我觉得网开一面的话 你就真的对不起全香港的市民 因为 因为其实香港市民呢 近三四个月 三个月 十六周 三 差不多四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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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过的都是非常淒惨的生活 就是生意又不好 六月的时候 生意已经开始不好 很多做生意的人 那么 七月就更加差了 八月就更加不用说 那么九月 我可以跟大家说 九月的 就是做生意就更加差了 现在五星级酒店都在做很多 优惠 跟那些保险公司一起做 都有的 所以现在 其实很惨 整个香港现在给那些暴徒 搞到现在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是非常 非常惨的一件事情 是的 是的 而且 暴力是越来越升级 是针对于个人都很重要 另外有一段片 又是看到的 有两个阿伯 在屯门说是元朗 丹申和人喊撒 结果就被人搏到 霸裂头期 把阿伯说 你打死我了 过来啊 你打死我 我不怕你 当然有些医护 救他 旁边有些阿姐就说 都没打死你 不算犯法 这么过分的事情 是这帮人才放出的 绝对 是 不怕的 他们这帮人是不怕的 甚至在下午那时 又流出一段片 就是 防暴警 被这帮暴徒抓住 几乎想抢警昌 抢了警棍 然后想抢警昌 好在其他防暴警救了他 还倒转捉了其他暴徒 其实现在那个仇警情绪呢 我是到现在都不明白 为什么可以这样的 就是 我觉得很主要就是 那些人在Facebook追出来 其实警察 严格来说真的没什么做错 这次这件事上面 就是整件事 警察都是非常克制 如果在外国发生同类型的事件 就是现在那帮暴徒 那帮王虫 就是王衛兵王尸的盲虫分子 死伤肯定是数以百计 是不会 他们会有人死的 他们说新屋领的 真是 新屋里有人死的 太子站有人死的 八三一 不停地吹 那帮人 連神婆都出卖了 真是 找个天眼空 看到了 又说找个有阴阳眼的人 看到了 杜士尼姑都出卖了 看什么时候 下面玩上新闻米婆 找个闻米婆回来 啊 我死得很惨 出了就什么时候 越玩越过分 现在他们不是 有很多行业是特别发的 就是那些 怎么说呢 其中一样就是那些 风水佬 风水佬 那些 上市风水佬 其实以前香港呢 上市风水佬 都不是不发的 都发的 但是呢 就没有 一个风水佬 是登堂入室的 就是没有一个 那些上市 是登堂入室的 就是什么都 就是什么都要找他 留言一下 以前很少的 以前香港的社会 没有那么迷信的 就是不过 不过这么说 就是现在你看到 就是整件事就是 我觉得是越来越怪的 浸美越来越不妥 因为你看到就是 呃 香港人的素质 就是或者是质素 就是大家 这个用词不一样 但是香港人的质素呢 是很有问题 就是以前呢 你就算多不喜欢的政府也好 你都不会 呃 怎么说 有人去挑战 是不会那么蠢的发生 还有没有人去挑战 是不会的 是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因为你去挑战 其实就是 到最后都是香港人 卖单的 都是你自己 纳税人卖单的 其实是不正常的 这些东西 就是你 不可能走去破坏基建的 就是这些东西也是不合理的 就是将地砖拆出来 或者将围栏拆出来 去放火烧 其实是不正常的 整件事 跟着又汽油弹那些 也是不正常的 就是其实 呃 就是我可能 没经历过六七暴动 或者之前那个 双十节暴动的那些 其实我 我的记忆之中呢 香港 都是相对太平 一般人是不会搞这样的事情 其实有 我发现了是有一个原因 就是香港那帮有钱人回归之后 他们个个身家都升了几十倍 但是一般香港人呢 就 的所得 基本上 回归之后呢 是没有增加过的 其实今次 是几件事被人炒起得很重要的 今次很大程度 我觉得是 那些有钱人种下来的祸筋来的 但是当然 社会这么乱是影响不了他的 因为那些暴徒呢 不会去深水湾的 不会的 不会的 不会上半山又不会上山顶的 其实 现在那个现实的情况呢 就是 客观来看 根本就是有钱人养蟑螂 就是我不应该用蟑螂 蟑螂就有些侮辱人 他们说 但是事实就是似的 就是 养了一班 士兵 去破坏这个香港的安定范围 因为有钱人 其实他要赚多些钱呢 他没有其他方法的 他就是要靠那个经济会上会下 还有那个周期上落得很厉害 那些有钱人就可以 就是大量赚 極速赚大量的钱 嗯 有个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索罗斯呢 在九月头 那时候 好像四号五号 左右 就移动了手上来香港 但是怎么知道 这些传说 就说跟黎智英一起沽空 但是怎么知道 就遇到 突然间 林郑就说 叫这个 撤回 当他撤回那一下 就突然间说 那个 港交所系统下降 就等他钱走不了 就亏了大本 有个这样的传说 那 就是不知真假 这件事就 这些是其他台湾传回来的 和大陆传回来的讯息 那 好了 说到这次暴动 就是差不多了 今天 第六周的暴动过去 气势弱了 暴力强了 而且撕了的情况 是严重了 那 我看到他们有很多 开始有出文宣 文宣就说 哎呀 美国就来制裁你了 你们的警察要小心了 我们准备清算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Facebook胡言言言 他们作的那些 就是没有那么 就是我认为 不会搞到这样的 就是你们现在这样作 就是安慰自己的 其实 我和大家说 就是其实那帮 不用 不用生气那帮暴徒的 其实现在 香港人拿BNO 去外国 现在外国查得很严谨 你拿特区护照反而 可能被人查的机会 更少些 不是没有 都是有的 但是要看看你的年龄 最主要就是 如果你是学生的年龄 比如 25岁以下 那现在就会查得很严谨 他就要看看你 究竟有没有参加这些暴动 其实因为在外国人的心目中 政府 外国政府的心目中 是很清楚 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是暴动 只是香港的传媒 和西方的传媒 和西方的传媒 不是这样的报道 所以 只不过是 他们在破坏社会 而外国人是看在眼里 是害怕 其实已经有外国政府的人 所以他们说 其实很害怕这些 黄虫 去到西方国家搞事 把香港的问题 带到西方国家 现在是没有人想的 所以我跟大家说 不要以为 这样乱搞一锅就可以移民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好处 这个世界 没错 是有些政客这样说 但是他是说一下 实际上是 不会是一个移民的捷径 来的 今次这件事 说到这里 其实已经差不多15分钟了 还没说到人民日报 那件事 是啊 那就说一下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在昨天20号 即是前日 发了评论员文章 就寄望这个特区政府 下周四举行的首场社区 据话 体现成意 并相信市民能同罪话中文 有很多出路和希望 这个是大意 而习近平习主席 亦都开了声 他大约是这样说的 希望港澳办等等 引渡港澳办政协支持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 都是这些东西 现在其实是希望 林郑就想学这个叫做 法国总统马克龙 就来一次社会堂对话 就能够成功 但是这一个叫做 民主党就说 我们打算杯葛 你预计了他 因为这群人已经被人夹死了 绝对是被那群暴徒夹死了 激进暴徒夹死了 走不掉了 但是 林大辉也开声 就说 做一单不够 要遍地开花 叫你 喂 走坏18区 麻烦 别人打坏18区 麻烦你走坏18区 被人扔抽鸡蛋 你都要忍的了 这么说 短短 24个小时内 有1.3万人报名 抽签会 抽150人开声 可能有1千人进去 都没撑 那 其实对于首场 社长你怎么看呢 对于第一场 我就给一些建议 林郑不是我给他的 就是习先生给他的 真是 真是要讲一讲 这个是习先生 九大金具 就是关于政治协商工作 其实对林郑应该都会有些契发性 第一个就是 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 丰富多彩的 不能拘离于黑板的模式 第一个 对他来说 第二 第二句 有事多商量 遇事多商量 做事多商量 你很讽刺他啊 阿社长 是不是在讽刺他 很重要 就是一国两制 这个未必适合 第三个不适合 第三个不适合 第二个不适合 能听意见 敢听意见 特别是勇于接受批评 改进工作 是有信心 有力量的表现 他现在还有没有力量啊 有没有信心啊 哎 不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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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互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 而不强加于人 这些其实是说给那群蝗蟲听的啊 是 但是那群人怎么会听到主席说 他不会啊 所以告诉你就是没所谓的 其实我们就一定要跟随规矩做 他们可以不用 显得他们是不跟随规矩 我们就跟随规矩做 那么遵循这个规则 有罪协商 而不觉说觉话 那么体量包容 真诚协商 而不骗激骗责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中立模式 是啊 是啊 在尊重多样性 终尋求一致性 不要搞成这个清一色 这是另外一个来的 对各种意见和批评 只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 就要给大家说 哪怕是次以尖锐一些 我们也要采取民过质起的态度 做到有责改之 无责加免 是吧 但是好像现在都没有什么方针 老实说 林郑有什么方针 基本方针就是一国两制 坚持一国两制 以及警方严正执法 应该就是严正执法 这个就是基本方针 基本原则就是政治上根本是没有方针 政治上的方针就是跟基本法去行 其实是有方针的 他应该说出来 就是说应该跟基本法去做 所有东西都说了几次 那就是 是啊 如果是违反基本法的 就不要参与立法会了 要说明给那些泛民的人 那些人 就是不要参加选举了 你不要再想着参加选举 因为你都不愿意效忠基本法 那就无谓选举了 浪费时间 浪费精神 浪费精力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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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过看来他第一场都是挨打的了 要表现一些诚意 被人扔回 都说下去 说完第二场 第三场 第四场 一个礼拜一场 讲足十八周 应该可以讲清楚了 就是没讲完 这个又是习先生说的 就是政治立场 不能含糊 政治原则不能动摇 我们一般平民呢 就没所谓的 就是我们一般平民 中立模式没问题 但是政府一定要政治立场 不能含糊 政治原则不能动摇 是不是 你是政府来的嘛 大哥 那问题是林郑绝对不动摇 大概下面那群人 每个都摇来摇去呢 那就难搞些 最难搞的可能是 一讲不听 那些人说 哎呀 那些电不得 我认识了电制 哎呀 说不了话就好似 很简单 特意拍你最似的照片出来 噢噢 那不是 那你要去回 习先生说之前一句 不要忘记那件事 就是尊重多阳性中 参求一次性 就是中立模式 争取最大的支持 不要搞成一个清一色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是习先生说的 不是我说的 做事呢 不是自己亲身去做呢 那实际上的原因就是 不够人 你真的要量一下自己有多少人 每一次 一有支持政府做事的人落单 就会被人打 是啊 看看今天那两个阿伯 真是头破血流 那个人比几十个人 一口气 比四个人一口气 用警棍打 老实说 那些是新宿警棍来的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真的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但是一般人遇事就不要退缩 这一样东西 我想说的就是这么多 你起码都要打贴 必须自身硬 如果你不退缩 你首先都要练一些硬功夫 如果你不懂硬功夫 最好不要去冲 因为只会牺牲自己 而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你除非一开始铁定心 就没所谓 被人打得厉害 扎起来打也没所谓 像我那样 如果我回到香港 我被人扎起来打 我可以做下一个副国豪 没所谓的 不要紧的 那就行了 你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准备 你才可以去做这个问题 一般人没有这个心理质素 最大问题是这样 一般人有家累 根本都不可以这样做 就是说被人扎起来打 根本是不合理的 基本上 你要求全部人都可以 但是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根本我觉得是不切实际 有些人说 说一定要出去和他打一锅 打不了的 还有一个东西 政府其实是 现在做的事情 都是不够力量的 支持政府做 向你们的民意代表施压 我从来都是这么说的 你自己去做 一个人去做 永远都不会有整个政府去做 那么大力的 是吧 只要给那班私尿队 私尿队最厉害的人 就是他会起你底 然后去搞你家人 是啊 第一群流民 是很危险的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牺牲自己 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之前 就是这些阿伯 他有时候我觉得 他们就是 不信 他一早有心 就牺牲自己了 那么他们可以这样做 但是一般人真的不好 因为要留一条命 和他斗长命 才是最重要的 在现在这个程序 是啊 你可以远远拍一张照 看看他是什么 大家都看到 不停这样做 对付他们 还有香港的有钱阶级 是制造这些经济危机 其实现在是 他制造了这些经济危机 是要你们断工间楼 去执平货 是要把财富转移 在他们的口袋里面 所以大家 其实一开始我经常都说 就是 喂 大家这次一定要认清了 现实的情况 你是不可以 去硬碰的 还有最好就是 尽力搞回自己的经济问题 不要给房子有断工的机会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有钱人 其实 怎么说呢 公死有肉食 婆死有肉食 他们没关系的 这个世界怎么也好 他们都是赢的 90%都是赢的 你做好自己的事 搞好自己的经济 搞好自己的经济问题 处理好自己的经济问题 那 你自己可以生存下去 就不会被那帮强盗 有机可乘 其实现在很多 就是我看到 我的高中产朋友 他们其实是 集了一堆钱 他基本上就是想 那市一倒下 他就大手买入 嗯 尤其是楼市 他等着那些银猪盘不断放出来 有银猪盘他就买 有银猪盘他就买 6千多万 他们现在要求1千万 他民事数还要告警察 哇 这帮人 真是个个都想做何韵思 这些人渣产业链 又有一门新的 就是告警察 以前就说 有一个高特首梁振英 诽谤 又不知道要多少百万 钟先生 钟建华 我不知道现在 他有没有给一盘数出来 我不知道 何韵思612基金 现在6千多万 现在只花了百多二百万 其他事情 我只见他到处飞 到处唱衰香港 那现在第三 就说要 就是大家要看清楚 这些人渣产业 每个都想做何韵思 而且每一次有人游行出来 就会有人 新的大捐款商出来 上次就说 什么暴动基金 又不知道哪一单暴共被拘捕 那些 612基金只是帮612 其他暴动基金 那些人没人帮 那 希望 大家想清楚 如果你们说 我是很可怜这帮人 你去捐钱给他们 可能你们不过 是被人找饭吃的 要想清想错 就是这么多 那这件事我们说过很久了 这件事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其实 现在人人都想做他的 现在人人都想做他 人人都想做他 人人都想做他 一个基金出来 因为其实很好玩的 随便做些东西就可以做一个基金 我们都可以做的 其实 不过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做 这件事我觉得 正面有什么意思 第一没有意思 第二就是 发死人才 发港难才做不到 就是这么说 有些人说我们 有些人说我们 节目越做越来 其实不是的 那个情况就是 情况真的是严峻 我真的要找些钱 来养台 你明白吗 我不是好像 华记那些 半上岸人士 我们如果要台 可以继续做下去 其实一定要 想到方法 可以令到他有盈利 才可以 所以有些人在污蔑我们 其实我觉得是 那些陈家在搞的 其实 将心比心 不是个个都像你们这些人 上了案的 我知道有一帮人 专闭我们 他们那帮人 就上了案的了 上了案 但是呢 又要人家说他 他认为是对的东西 这个世界 不能这样监人奶喉 我们已经被你投诉到 没有了广告 你们成功了 不要再在污蔑我们 有人听我们说 因为我们说的东西 是真三 和对的说话 和是为香港好的说话 不是我们在外国 就说 香港可以 有得香港难 都无所谓的人 或者在外国 自己不会上身 就叫人去冲 叫人去冲 叫人去冲 叫人去坐牢 叫人去扔汽油弹 都说我支持你 这些事情我们做不出 给人一个假的希望 假的希望 假的希望 甚至乎在香港 自己什么都不怕 然后 踏一条路 叫你去台湾 叫你去大马 我现在做个移民 移民讲座 叫你去台湾 在那里掠水 我们有没有做过 我们没有的 其实我们如果要做这些 是可以做的 我们有条件去做这些移民 或者我们教人移民 我们都是有方法的 我可以跟大家说 但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呢 就是 有很多人叫人移民 其实就是为自己私利 真的 我们叫人不要移民 就不是为了自己私利 就是为了一般人好的 才叫人不要乱移民 不要轻挙妄动 我们整天都 这个节目从来都是这样说的 有很多人对香港的现实很不满 但是我跟大家说 香港的情况 如果你对香港之前 譬如回归后的情况很不满的话 你去到外国 其实你都是一样 不会有任何分别 都是非常之 就是我认为 都是非常之有问题的 就是你去到外国 你在香港也生存不到 你在外国是一定有问题的 我会这么说 你在香港生存不到 你在外国要忍 你要懂得门路 你没有门路的话会更加难 我可以这么说 你没有门路就会更加难 你有门路是可以 但是你要 机遇 运气 因为生存是不容易的 你看 生活容易发达难 很多人都是苦苦挣扎的 你没有熬过十年 你从移民到这里 你没有熬过十年 你没有熬过五年 你站不稳一阵 你熬不到十年 你是很难想的 这个 就是我们可以 讲一下 如果有机会 讲一下 这个生活的难处 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 不要听别人说 香港没有了 死定了 说移民 认为自己移民到 一定可以去生活好 要看清楚 是不容易的 是的 这一次时间差不多了 好 就这样 拜拜 多谢拜拜